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陆舰 辅助舰 以及航空母舰六个舰群 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人民海军近年来的高速发展 接下来我们一起盘点一下每个编队的精彩看点 潜艇编队由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战术攻击核潜艇与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组成 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094型战略核潜艇 该潜艇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能携带多达12枚的巨浪两型潜射导弹 可以在水下从8000公里之外打击敌方目标 这种强大的核威设立视为我国国防安全的重要一环 驱逐舰舰队由一艘055及多艘052C和052D型导弹驱逐舰组成 055型驱逐舰是我国最新锐的导弹驱逐舰 在本次阅兵前刚刚服役 其排水量 雷达 导弹的多用途性能等方面 都超过了邻国 韩国和日本的最新驱逐舰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护卫舰编队则由数艘054A及056型护卫舰组成 其中054A型护卫舰具备远洋作战能力 兼具防空反潜等多用途作战功能 同时 我却开始大量装备新型的056型护卫舰 该舰是我军近海防具作战中的核心 具备很好的防空 反潜以及反舰能力 而且造价便宜 是一型性价比极高的战舰 登陆舰编队由071型船务登陆舰 与072A型坦克登陆舰组成 这两型均是我国海军最新服役的两栖登陆舰 可运送大量的人员装备在远海之行 两栖登陆作战 辅助舰编队由大型综合补给舰 综合医疗舰 潜艇支援舰及远洋测量船组成 这些辅助舰艇可以为我国远洋编队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 航母作战编队由辽宁舰一艘综合补给舰 多艘052C和052D型导弹驱逐舰 及数艘05C型汇舰组成 辽宁舰是目前亚洲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 也是整场越兵当中最受瞩的舰艇 可搭载30多架各型舰载机 是现代海战中最重要的打击力量 这六大舰队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 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的完备作战体系 也代表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海军强国 除中方参阅兵里外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10多个国家 近20艘舰艇也参加了本次阅兵 亮点颇多 俄罗斯专门为本次活动 派出了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战舰 有的国家派出了造型古怪的奇葩战舰 有的国家甚至派遣了一艘万吨巨舰 把本国的战略级武器都亮出来了 我们为您梳理了本次阅兵中 外军舰队的详细资料 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回复外国 看看参加本次阅兵的外国军舰 会有哪些独特之处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 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